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固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继续努力是一项优势 但是站在巨人的阴影下面 对我们也是一项很重要的鞭策 所以我们期望说各部会都能努力 跨部会都能够协力 来一起创建一个更能因应当前局势的架构策略 以及方案 曾经提示我们很多重要原则 曾经有一个重要原则叫做庶民经济 我相信下一步就是负民经济 因为负和数常常用在一起 数本来就有多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讲负和数 负数 但是这个负不应该仅仅是金钱的价值 更应该坚持我们生活的品质 文化的水准 所以总统在竞选期间的 政见发表会里面曾经提过 所谓GNH 就是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 这一点我也麻烦主机总处 在很早就开始在做规划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很明显的 除了金钱财富以外 生活品质 整个文化的水准 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希望的目标 是能够在财富上 心理上 民众都能有富足感 我个人来讲 我对口号影响比较少用 但是这一次我在跟情商 各位政委员 各位部会首长 来接触 一起来驾驶这部车子的时候 我跟他们大家请教很多 也在思考国家下一步的 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始终好脑海里有浮现 说跟大家请教以后 所归纳出来的一项愿景 这愿景就是说 要在安定的基础上 创建一个繁荣共享永续的成长 在繁荣的成长 在繁荣的成长这个概念下 我们需要新一波的经济转型 这个新一波的经济转型 我们不再强调低成本 不管是劳力的环境 而应该强调科技的创新 文化的创意 研发的能量 我们不仅希望说 将来不只有品质优良的 所谓Made in Taiwan 我们更希望有品质优良的Made by Taiwan Design by Taiwan 当然我们更需要在EQA的基础上 以及在WTO的架构下 建立一个完整的FTA的网络 创立全球市场布局的一个新半途 我们更要改变生产面 需求面这种传统的思维 发展所谓的Exportable Service 就是可以输出的服务业 这里内涵非常丰富 我想以后我们会 跟部会讨论以后 再跟各位来讨教 那在共享的成长的概念之下 我想我们要重视所得分配的合理化 这里面随制改革 以及社会福利遗转收支的效果 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因为这种世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以后 我们希望缩小贫富差距的事情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至少做到一点 希望让中产阶级 像比较底层的民众 尽量把他们的收入能够提高 这里面就牵涉到教育的问题 也包括税制的问题 比如说有人提到税的优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句话 我现在研究也是不是可以讲一句话 就是说 以后任何租税的优惠 一定要以 比如说 能够创造就业 为重要的标准 类似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必须要研究 最后在永续的成长观念下面 我想自从2007年 所谓跨政府的气候变迁小组 就是IPCC 在2007年得到内贝尔奖 一个组织 得到内贝尔奖以后 这个坚能减碳 已经是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那所谓调试和减缓 就是所谓adaptation和mutigation 也是人类必须共同努力的一个策略 那事实上我们也对内 我们有很多坚能减碳的要求 对外我们有坚能减碳的承诺 这些都必须 我们要透过很多手段 包括在生人员的落实和推动来完成 各位来宾 我想 选举的结束 其实就是责任的开始 稍后我们马上会进行 3285次的行政院会 我记得 在座有一位贵宾 我记得在18年参加过 在财政部保险室 担任市场的交接医师 那次我宣誓完以后 完全没有讲话 就中了 那当天媒体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不讲话 我说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但是做的时候 所以 我们等一下开始做 我们等一下就要开 3285次的宴会 非常谢谢各位嘉宾 尤其非常谢谢 校伙总统今天亲自立定 主持这个建交 谢谢大家 请继续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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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